1925年,因他家境贫寒,他的父母无奈之下就将尚未满月的他卖给七奇妙。 1922年,他进入天后宫当道士,因他年龄最小,所以有小老道的称谓。 而天后宫中的大师傅曾担任过全师,所以武功高强,碧云因深得他喜欢,就也跟着读书习武。 据见过小老道的人所说,他虽身材不高,但却干练有力量,因此小老道能披砖攀墙,而且在行动上十分敏捷。 1938年,小老道碧云成为天后宫的掌门人。 同年三月,日军攻占危海,因他每日习武练刀枪,日军很快就怀疑他有问题。 某天日军闯进天后宫,说看见一个抗日战士进入道观,他们要搜查道观,小老道无法阻拦。 只好任期搜查,但经一番搜查后,日军并未找到所说的抗日战士,于是小老道被怀疑藏人,随后被吊在柏树上毒打。 但他被打得皮开肉战却不肯承认道观中有战士,此时观中的确藏有抗日战士,而且是小老道将人藏进地窖的。 日军见小老道顽固,便要处死他,但最终获救。 得救后的小老道将战士偷偷送走,随后决定找毒打他的人报仇,然后他凭借一人之力先后杀死了五个日本鬼子,后被威海驱队教育并加入该队。 此后因其积极参加抗日活动,又任大队小队长。 1914年,小老道又兼任中队长,之后又独自逼敌人三人,因截击日军而缴获粮食不匹。 1941年,他升为大队长,一年后小老道又加入组织,成为光荣的抗日战士。 1942年,日军进行拉网行动,他率领中队撤退,但因被日军围击,人员伤亡惨重。 随后在膝下护村时,又遇到大量日军伏击。 他见情况危急,就先掩护战友突围,但自己身中树弹。 在日军离开后,乡亲将他抬到村里衣裳。